美心这是被困在了哪里 美心做噩梦 胡思又困难了 美心压力太大了 学校的压力 家庭的压力 爸爸还逼他一直在家练钢琴 困惹他不让出去 对舞台的恐惧 后面延展到 对钢琴的恐惧 对主持人 满点对象的主持人 下面期待的观众对掌声的关系 这人抓住他的手 是爸爸 爸爸是个压力的 在美心眼里 爸爸也是个恶魔 患者X光检查 臭血结果皆正常 查无病的病 建议转诊精神科 精神科 这就是他父亲 撕掉他那个病症 我女儿才不是神经病 的原因 我女儿才不是神经病 所以说撕掉了 他不想看也不想让别人看见 我女儿不是神经病 怎么可能 你要说真的生病 也还可以 我借钱 我干嘛 把东西全都变慢 我也能救女儿 对吧 钱的问题 但是精神病怎么治啊 Shit 我女儿还要当个性呢 不可能 他爸接受不了 喂 杜先生 我是何老师 只能再求助何老师 我听说了 美心这次真的有这么严重吗 你别慌 赶快带来给我看 我们请示慈孤观音 求求看有没有解 不要担心 照我说的做 上一次治好了 这一次一定也可以 上一次是意外 这一次呢 两次意外呢 混音 那 reduced 刀子 真的可以治病 这个其实就是在台湾的 一种本地的 本地的 好像是一种法术一样 一种 礼仪 就是来 来做一场法事 一种小法事 叫做冠罗印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新闻上面 前年其实新闻上面还提到过一次 我记得非常清楚 就好像是组建一个小团体 然后一起 几个人一起 十几个人一起 蒙着用这个布袋 蒙着自己的眼睛 然后这个布上贴的是符纸 符纸的符纹是面朝外边的 然后为什么叫做关这个落音呢 就是说是他蒙上这个之后 跟着那个 就话比他叫何老师吧 相对于是个指路者 然后一直在那问他 到底是你看见了什么 然后他是可以去看到 人的 你想见的人 然后向他求一些东西的人 去阴间走一趟 阴间醒 像阴间醒 关落音 这种法术属于道教的法术 比较容易上手 很容易学 所以说会有很多那种神棍 用这个来骗人 就好像是一种催眠 你蒙上布真的能看见东西吗 能看见心间 杜先生 你有没有看到什么 灰头我在问你 他真的看到了 他真的看到了 那是个邪教 有看到烛火吗 有烛火呀 那是美心的原神 烛火怎么样 他在听他说 火在闪烁 他说火在闪烁 代表他现在魂不附体 开始回话 就直接说火闪烁代表什么 还有看到什么 有看到美心吗 一直在问他 好像一直在指引他 那你要找 看有没有你女儿的痕迹 他在暗示他 看见没有呀 看有没有可以通行的地方 他在暗示他 暗示了一个人之后 他会在大脑迎见出一种 没有门 也能迎见出一扇门来 好像是一种催眠一样 此故观音会引你门路 可以看他怎么问的 邪教都是这个样子 看似是他在指引你 其实是你在指引他 你在指引这个大师 有光就跟着光走 他在说有光 有看到什么就讲出来 看看有没有美心留下的东西 看伴他一直说 你看到什么都讲出来 这样的话我好给你分析 我好现场编给你听 然后下面这个人 跟着自己的幻觉 走到哪里是那边 他说我看到一艘 小纸船 你看到什么 纸船 船是不是飘在水上 那不然飘在地上吗 不过观音在引路 跟着我念 水能通灵 船为百渡 恭请此故观音引路 这是一种比较高级的心理暗示 量能理解吧 现在呢 但是 作为父亲的杜丰宇真的幸运 河上有沙舟 他说河上有沙舟 沙舟是子不观音的化学 他要当你的路 你走过去 顺解释 看有没有 非常合理 这就是美心啊 他说这是美心的化山 美心 看这儿 爸爸在这儿 美心 跟着爸爸走 美心 爸爸在这儿 来 有没有看到特别的地方 特别的地方 没有啊 又开始暗示他了 带他走入下一个地方 让他自己去幻想 你先不先 爸爸在这儿 你看到一座桥 大叔啊 看到一座桥 他很接近冥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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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跟着光 因为像冥府啦 阴桥地府这些东西 我们从小 而荣木兰都知道一些 不要管桥下的人 他们在做自己的夜会 所以说这都是他自己的 自己的想象 想象的东西 像那些老一辈的人说啦 或者看书上写的 自己想象的东西 地域是如何折磨人的 这是阴间 观录音就是这样子 观录音是可以看到 你想去见的 死去的人 但是有些人能见 有些人就不能见 你看到什么 我财楼 回落路 回落路 回接地 那你还是我上车 又在心里二手 他是空天地 跟着我入心咒 恭迎慈孤观音 恭迎慈孤观音 渡视龙显四方 恭迎慈孤观音 渡视龙显四方 恭迎慈孤观音 故事龙显四方 你能够死 郎先生 这是地域惩罚罪人的地方 这边和你没有关系 不要碰任何东西 赶快走过去 一文正经在说 那些东西 别担心 你女儿不在这里 这其实都是 杜风雨 她自己想象的 这些人在受罪 每个人考了巨石 撑不了的时候 就被人都砸死 其实他自己精神已经出问题了 魔证了一次 他们生前都是罪人 不用同情 你只要看好自己的脚背 大师我进去 大师那个 这个姐姐身材还不错 还不错 不要停下来 好 继续走 我闺女应该还在下面的河流着呢 赶紧走 那种高级的心理暗示 刚才说到为什么 就是有些人关落营能看到 一些人看不到 就是看到的人 真的能关到落营能够 很好 你走出来了 就是因为 其实在那个 生日规稳上面说法来说 为什么有些人会留在阴间 生活 是因为 是这样说的 就是 每个人他的阳寿 其实就是古书上面写的 每个人的阳寿 其实有两个甲子年 两甲子年就是有 120年的阳寿 那是你的本秘术 想见到慈悟观音 要先内观自己 想要走进自己的心 120年 是每个人的阳寿 应该有的 应该有的年岁 然后如果说活不够 那就是自己 应该是功德不够 或者怎么样的 活超了 那属于大汉 那属于那种 就是大善大恶之人 所以说你好比一个人 他20岁就死了 他还要在阴间活个100年 他才能再次 屠宰转世 不是说死了 这么屠宰转世的 所以说他们跟他们说 你们这些观落音的人 是可以看到 死去的那些人的 因为他们还在阴间生活 可以去阴间走一趟 有什么事情问问他 对吧 走进自己的本命树 走进自己的内心 这边看到的 就是你的内心 他自己想象自己的内心 你要找到往上走的路 这都是杜峰宇自己的 这条路会带你走到内心深处 不要真被这个游戏啪了 不要真以为 啊杜峰宇这次 真的关到罗烟了 这么真实 跟大师说的一模一样 跟你说你要碰见 这个大师你也能被蒙 其实就是一种心理催眠 但是杜峰宇在这里 会做的事情 就跟他现实中 会做的是一样 那边有你的原成功 你的原神就在里面 等一下 你要用原神去感应 慈孤观音 这些是钢笔 因为这是他内心 钢笔就像山一样 松立在这里 看到门了吗 进了门之后 就要靠你自己 不管听到什么 都不要离开 已经碍事他了 有什么事情 就念慈孤观音的行动 已经碍事他了 前面危险 会有人喊你名字 当一个人越怕 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 这个事情就会发生 特别是在自己的前级事 不要看 杜峰宇 看这里 是我 几年不见都不记得我了吗 杜峰宇才不敢看 你还记得那朵花吗 我种的那朵 那女孩好喜欢那朵花 天天盯着她看 每次掉了一片花瓣 她就拔自己的指甲 去重新完美它 花黄了 哭了 她就拿自己的血来浇 终于让小花开花结果 她就是那么宝贝她 可是我告诉你 小花终究是小花 结了果以后 她承受不了重量 说的 终于 就是美心 还是被压死 美心承受不了重量 虽然遗憾 但他们都是作者 现在还有机会救她 去吧 说的什么意思呢 就在前面 虽然说自己的职业 去挽回你的希望 是作者 跟她说话 这个人就是她自己 虽然说 他们俩的职业都是作者 但实在这里说的是 你就是实作用者 是你把美心 变成这个样子 不仅仅是作者的意思 这段话其实是让她自己 是自己再跟自己对话 让她自己跟着心走 好多小孩 还没有花花的横桃啊 不要张望书 爸爸肚子的横桃 都是坚持没王脸 爸爸肚子最好的 就是这 我真是爸爸肚子的 爸爸肚子 爸爸肚子 祝福怪物 这个时候何老师看着酿了 陆先生 你的肩并驱除了那些魔障 现在慈库观音亲自显身 美心的婚就在这里 你要诚心对慈库观音发愿 来帮助你的女儿 美心的婚在这儿 这就是慈库观音 那个邪神 这里盘的不是龙 而是蛇 这就是慈库观音 那个邪神 来 无上台前 我供应此事 慈库观音 这慈库观音其实取的是 他们台湾的 一个菩萨叫做子乌的邪音 子乌 当地的一种神 美心在这儿 美心的婚 就像一个童子一样 手捧着一个器具 是个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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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一个词是 爱女杜梅亲手因果业所困 心神蒙蔽 此复杜丰于发源 愿现我光明 化爱女心头阴霾 用自己的眼睛 感觉 点亮自己女儿的身体 女儿的身体 为了自己的女儿 真的什么都敢做 什么都舍了 有点瞎了 观音好像感受到了 咳咳咳 发生了变化 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 刚才挖掉自己的眼睛之后 右边的眼睛 那一半的视角 那一半的视野是美的 现在突然间 视野又出现了 说明什么 他观落音的时候 他不是真的去挖自己的眼睛 而是在这个幻境之中 他想象自己在挖自己的眼睛 就说你可以拿走的光明 这个事我会干 我刚才就跟你们说了 放到现实世界来说 他真的能干得出来 但是只不过这是个幻觉 所以说他没有想 他现实生活中没有想 没有挖出自己的眼睛 都是幻觉 他现在还能看见 双目还都是可以看见这个世界的 这边又拿了个什么 没想到 没想到自己的眼睛 没想到自己的眼睛 我还算钩子一看就很疼 刚才根据眼睛到吉祥了 这不是要干吗 爱你独没心 手因果也所困 这都是要不想的 这就是要授托 他爸很如稀罕 他爸很如稀罕 跟独逢于发愿 原先我寇舍 还爱你 别致心格舍 他爸非常如稀罕 虽然说 大家下 我来看 看不到 我看 伤得有脚 虽然说有些父母做的不对 但是你说他们为 要不愿意为自己的儿女做这些东西 他们愿意去做 爱是有的 只不过方式不对 河先生 现在满心的心神已经回归了 接下来是最后的祈愿 从哪里开始的 就回到那里做节 那就是前面的吉他 看这个生肖做的 还挺像 其实都是他父亲一个人在演 他父亲很入戏 这相当于自己感动了自己 其实害的是孩子 为什么非得到这一步 最后还剩一把剑 最后还剩一把剑 肯定也好不到那儿去 什么样的神 才会让 一个善男性女去做这种事情 我爱你独眉心 受敌过夜所困 梦煌遮一 此复独风雨发怨 原先我心血 求爱与肥黄疼 如果说世界上真的有这座观音的话 他真的眼瞎了口声没了 要刺破自己的双水 完全不随 刚才太痛了 这都是香烧 流点血而已 甚至可以扭一下 为自己的女儿 做得出来 只要女儿的好 早都没关系了 好 现在算是完成了 最后诚心地叩拜慈孤观音 只要慈孤观音感应到了 一切就会圆满 多残忍的事 才会做这种事情 你选心愿 女儿给你 但是你要还愿 打自己的这些东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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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了 此故观音庙 这就是何老师他家了肯定的 观灵术通灵问世 观灵术是种流传已久的仪式 是 借由 借由 这个是念什么来着 挤身吧 应该是念挤 挤身的指挤身的引导 利用咒语将人的魂魄带入灵界 原成功是人的体内意识空间 观原成功能调整心性内在体质测上 从而预测并改变自己的运势 问世需写明自己的地址生存八字 请持咒者回答问题指引方向 事业运途身体健康等皆能探问 交友重病者也能来寻求方法使其改善或痊愈 他那个观落音 嗯 其实是有一个规定的 那个规定是 一定要及时告诉那个法师 你看到了什么 一定要及时告诉法师 不然的话就会错过 观落音的机会 就可能错过去 你可能就看不到什么东西了 就是说你必须要提示 这说明了什么 他那个原因是 他告诉你 你要不及时告诉法师 那可能你已经观到了 但是你没能受到法师的指引 你就错过了 你不要不好意思开口 但是一旦你开口了 真的出现一点幻觉 看到了一些东西 不抹上眼睛 真的有时候会看到一些东西的 但是那些东西都是自己的一些感觉 都是自己拼走起来的 自己的潜意识 但是那时候你告诉了法师之后 法师就开始指引你了 跟你说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你再往前走一走 然后你会看到什么什么东西 你是不是看到了 就顾你这样的东西 啊 这个挂枪 大家有记得吧 反向里面也有 看能算半这个 温室结果 看见沙洲等于水有关 莲花 连接患者在临界的魂魄 看见花尘入水缸 患者要泡制缸中 放血入碗 缸中加入纯酒 不可掺水 老师建议如下 酒者活血暖身 去寒化湿 酒欲对身体有益 药酒泡入活舌 可引药上行 通落全身经脉 有缘人若以此酒为育 可与此孤观音大事 分取舌降经济 使法力通达全身 扫除一切病痛 见仪式步骤 发愿者以明指遮双目 连接自己在临界的魂魄 背妥一缸唇酒 不得掺水 高粱等烈酒为佳 入灵舌 发愿者滴如自己的活血入缸 以魂换魂 患者入缸 患者离缸净身 于此孤观音向前 跪切跪拜大些 但是你们看 扫除这个病痛 很明显 这一系列步骤是 这个杜丰雨 给美心去用了 但是让患者入缸了 打堆勾相当于 说明都已经做了 药酒 泡灵舌 什么都弄了 然后 这个缸肯定是放的 就是那个 它的浴池 那个浴盆 放去之后 然后让这个患者入缸了 让美心进去那个浴池了 但是第六下 患者离缸净身 于此孤观音向前 跪拜答谢没有打勾 说明没有完成 说明什么 目的没有达成 美心没有好 所以说不需要跪拜答谢 患者康复后 既能自行起身 旁人不得干扰中断医师 资讯记录 获得了一个 获得了一个 一个磁弹 一个磁弹 填一下 看磁弹里面说到什么 就像心理医生的录音一样 叶妈妈 你再说一次 我们每次这样拜过以后 身体 心理 有没有感觉比较好 可以说心理有没有感觉好一点 是很舒畅 但是 怎么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只是想问 对我们家弟弟是不是没有效 他已经重考第二年了 我每天都有在办 都有在求 但是他成绩还是没有变好 是不是要补光的金 需要什么我都可以做 需要钱我给你钱 需要拜我更努力拜 需要拜我更努力拜 妈妈老师跟我说要怎么办 只要让我儿子扛大学 不要紧张 这个一定有方法 我会再教你 拜托拜托 喝了 我想确认一下你告诉我方法 这个有用吗 有有有 一定有 我看神棍的说辞 我都把这念经 可是那女的还是不可能跟她离婚啊 我看都求了什么 我们念这个要真心诚意啊 真的有念了 有讲真心诚意的去拜邪神吗 求这些肮脏的事情 你这个神棍 那个服根本没有用啊 先生 我有录起来哦 十年来我每个月都缴这么多钱 大小事都办 你不是说此物关于什么都帮吗 我爸也相信你 后来才没去做话聊 你明明说可以多我两年的 现在人都走了 你最好解释清楚 不然我已经告诉你 可能有时候大家就会 就会想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这么傻 人命关天的事情啊 这么多钱 随意就洒过去了 当橡油钱 当贡德金 然后人命关天的事情也不管 骗子一贯的作风 你看这个何老师啊 去找了很多 跟很多名人拍照 好像这些名人全部都信他 把这些照片倒都给人炫耀 你看这名人都相信我 为什么你不相信我呢 小时候都信这些啊 对吧 哇大明星你都认识 大明星都信你 那我为什么不信你呢 这么好骗吗 其实也并不是说真的这么好骗 之前我都说了 为什么美星的爸爸会去求助这个 是因为他真的没辙了 这也是为什么在古时候 帝王可以用宗教去控制民众 因为民众实在是太痛苦了 太苦痛了 被压榨的真的不行了 只能寄托这些给那些神神鬼鬼的 因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寄托了 你只要给我一个东西可以寄托就可以 我不需要你把我怎么样 心里面能好说一些就好 如果说日子真的变好了 今年风调雨顺 神的 这都是神的功能 赞美神就可以了 如果不是了 那就是我还做的不够 我败的还不够 或者说没有 角够足够的贡德心 祭祀不够 会自己怪自己 再教他 好 那就在厕所就可以了 叫美心听话 人类最擅长的就是自己 可以自己找街头 自己说服自己 别担心 要坚定 新陈哲林 你知道吗 新陈哲林 他说让美心不用去治病 只要听他就好了 和我要钱 喂 你好 哦 陆先生哦 是 我知道 我知道 这个 你又在编 我跟你说 你不用紧张 这种事情急不得 这个仪式本来就是 亲者当日 重者七日见效 你拖时间吗 你要对美心有信心 就像是要债了一点 你要有耐心啊 不要去打扰他 再给我一点 再等我几天 等我两三天 听我们 听我这样说什么 好 那你有问题再打来 我都在 我一定帮忙了 有问题再打来 我一直都散 直接挂掉了 见了没见 还说一直都散 别骗了 那美心呢 一张美心画多压 大家也不要说 嗯 就是 只要聪明一点 就不会信这些东西 其实像 嗯 有很多比较有名的 知名的人物 大家都觉得是大精明人 大聪明人 他们也都信这个 因为人到了一定的 一定的境界 当他们觉得 自己无依无求 或者说想要 都得到了 很空虚 他们也会想这个 或者说自己真的不行 我真的遇到大事了 谁都解决不了 必须要求注意这个 现在我们要去的 哪个地方 浴室 美心在浴室 泡那个药酒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看到那个 就是在酒缸 那一张里面 然后看到 那个 父女俩 站在上面对吧 开了一扇门 然后父亲把女儿 推了下去 就是直接让他 就强迫他 泡在那浴缸里 看起来女儿泡的怎么样 我这个 我这个 应该是第三 第三期视频 第四期视频 我忘了中间分开了 妈妈很久没有回家了 我很想他 不忍耐 不要哭 可是越冷 身口越不舒服 有一天 最后开始不能呼吸了 爸爸说 这次不用看医生 明天 我去看何老师 病马上就会好 但是爸爸一定不知道 我已经有治好病的方法了 我已经煮了好多好多 一瓶香了 还差一点点 就可以放满整个房间了 为什么这瓶香了 可惜爸爸 最近都忙着拜拜念经 没办法陪我一起吃 只要折到和故事里 一样多的鱼琴弦 我的病 一定就会好 病好后 我要继续练唱 变得更厉害 唱得更好 然后 总有一天 一定会实现我的生日愿望 变成大明星 让爸爸妈妈一起坐在电视机前面 看我唱歌 大家开开心心的 就在客厅 我好喜欢那个时候 回不去了 一切都回不去了 看到这里大家知道了吧 开头 他的老婆问他 美心去哪儿了 他就崩溃了 美心死在这个鱼缸里了 呼吸困难死在这个鱼缸里了 那个神怪跟他说不要打开门 那个神怪跟他说不要打开门 切记不要打开门 是梦到这里 草东的歌我不说话了 让大家听得懂 失望的人 这次没能红了眼眶 我们让大海淹没了嘴 享受着心酸 纷乱的光线里 我闭上眼去看 很简单 我一直说这怪这个当父亲的 其实也不能全部怪他 怪这个社会吗 怪这个神怪的 怪世事无常吗 我还想和你谈了宇宙和天空 或者沙滩里的碎尋而认识 你会不会还是摊着 我的荒唐 无人的大海淹没了嘴 我没了大海淹没了嘴 噓唐 顺着心酸 纷乱的光项里 一双眼去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会不会还是坦率地笑着我的荒唐 无处混乱又无处伤眠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爸爸 我们回家吧 好 刚才说到哪儿 说那个 是不是要怪那个神棍 其实你要是真的再去怪一个神棍的话 因为人总是想要把一个事情要先怪给谁 如果怪给神棍的话 感觉怪神棍的同时也要怪父亲 怪父亲的同时也要怪神棍 而是要怪了一个世道 这世道哪边错了 确实有错 但只是一部分 很多因素加在一起造成这样一个惨剧 在那个Steam上的DLC里面 是可以买这个 这些歌曲的 是可以乱说 心开垫着他 大家可以支持一下 心里没说到 那句坏道 傻傻的姑娘那一把花 帮着他 这就是在函校里面 我们见过去 大家一起 藏不出花 都唱成情歌 今生已久 岁月如常 也不见他悲伤 有情的人 别问他 你还愿意吗 觉得是不是美心唱得还挺好的 但是美心就得了第二名 怪什么 怪第一名太优秀吗 大海满是破浪 有些人可能真的得不了第一名 他想赢就是赢不给你 我记得前阵子 我跟一个朋友 聊一些事情的时候 他是这么跟我说的 他说大学的时候 他一直在想 心还点了 觉得那些伟人 还有现在 当时的比较有名的那些人物 感觉他们能做的所有事情 自己毕业之后也都能做 只要努力就可以了 但是直到现在 三十岁左右了 三十而立了 现在突然间过这些年才明白 原来有些事情自己真的是不行 我回头想一下 我好像大学的时候也是这么想 你说这算一种妥协吗 这不算妥协 如果每个人真的是能得偿所关 随便抱一个邪神 抱一个大腿 你做一个善男性女 你就能完成你所有的期许 不去努力 或者说是超过你的努力 得到那些多数 那这才不叫一个正常的事 感觉在引用之前《凡校》里面一句话 现实就是如此苦涩 再次让我体验到了 怪不了任何人 若有来世 你还愿意吗 若有来世还想当一家人 但是绝对不会重蹈覆辙 父亲可能会这样想 但是哪有什么来世呀 但是哪有什么来世呀 回忆场景可能就是 现在只剩下 杜丰宇一个人 坐在空落的客厅里面 偷乱的房间里面 在这儿看着一个 花白花白的电视机 想象着这些画面 沉浸在自己苦痛的回忆里面 无法自本 失去了爱女 失去了妻子 失去了整个人生 只遇下她自己 还是挺悲惨的 但是我有种感觉啊 有种感觉 这一次就是赤竹都这个还愿 可能会出现一些很刺耳的声音 或者说觉得期望太高了 然后觉得好像这个游戏 并没有带来什么特别惊悚 或者说特别吓人 想要的高能没有什么特别的高能 或者说想要的那种曲折了 或者说我非得自己看不懂一点 非得有些隐晦的东西在里面 没有这些东西 而且你那个预告做的那么神神鬼鬼的 为什么在这里面看起来 好像这么简单一个故事 到底是为什么 可能会有些人说这个东西 但是我的理解是什么 我觉得 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看电影 我这个人是非常喜欢看电影的 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 越是那些比较小众一些的 好像是在描写一些 最普通人的故事的 那些文艺片 越是容易去各种国际的大奖赛上面 去拿一些那些奖项 对不对 它不需要是一个特别轰轰烈烈的故事 为什么呢 越是轰轰烈烈 越是不现实 你如果说真的是 这里面是有一个自无关一 它是真的 而且那个神婆 那个神棍说的也是真的 那这个东西完全就是一个鬼怪的一个东西了 没有只是为了猎奇而猎奇了 但是他说的什么 这些鬼怪不是真的 那个神棍就是神棍 此物关一不存在 就是他的游戏 他设计作者 他自己画的 画的一个关音 现实里面也不存在 包括那些观落音 包括最后看见的那些 那些关音大师显像 那些都是假的 都是他一个人幻觉 他就是一个神经已经失常的男人 一个受尽挫败的男人 坐在自己操卵的房间里面 在看着一个画白的电视 想象出来的东西 让你感受一下这个旅程 为什么如此 因为现实就是如此苦涩 我再强调一遍这个 然后 其实最恐怖的东西 并不是真正的鬼神 也并不是真正的那些 有鬼神导致的惨剧 而是这种最普普通通 像他这样的一个家庭 毁坏的一个过程 最普通的悲惨 这才是我们目前 最容易去经历的一个东西 这才是最真实的东西 这才是我们真正需要去顾虑的 而不是那些神神鬼鬼 因为这些事情真的很可能 发生在我们身边 没有人身上 还愿它为什么叫还愿呢 我这个人比较new一点 就是很固执 我这个人挺固执的 之前我记得我应该在 微博上面跟大家说过吧 我说或者说直播的时候 我好像跟大家说 我反正我提过 我提过我之前去 就是在游戏里面跟大家提到的 南京那个寺庙 叫做七霞寺 我有一个说法 那个说法是我跟别人说的 也忘了是不是 其他人跟我说的 第一个人跟我说的 因为我第一开始知道七霞寺 我是去那边写生 自己上学的时候 去那边写生 然后认识的七霞寺 觉得七霞寺很美 枫叶很漂亮 但是后面的时候 自己就是有意无意的去拜了一下 真的那时候就是 就像我跟大家说的 感觉好像是自己的一些努力了 或者说用钱财 或者用什么 想象到所有的方案都不能实行了 只能去拜这些神佛了 然后那个时候我真的去一下 我其实挺不信这些东西的 然后就去了 我去了之后 回来之后 但是两星期之后 立刻它就成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灵 但是如果有人问我 在南京拜什么四号 我会觉得跟他说 我说去这个四号 而且这个四 男的好 女的不好 男的容易成 女的不容易成 这好像是其他人告诉我的 而且我那次真的应验了 我真的说了 我真的是这样 对很多问我问我的人说的 因为大家既然 你想去拜这个东西 而且我有一次经历经历 我不能说跟你说瞎话 这个是我真正经历的 但是你说我信不信这个 我不信这个 然后 其实在18年的时候 18年中旬的时候 我又去过一次 我又去过一次之后 然后我也许了个院 我其实之前我去过两次 两次都非常快的应验了 我觉得 如果真的是意外的话 不可能成功两次 但是但我第三次 也就是18年中旬 再去哪一次的时候 就到现在了 19年了 19年开始了 都感觉没有实现那个愿望 所以说那时候 我会自己反思自己 我说那个 是佛祖不听我的 或者说是佛祖不想应验我的 这些事情 到后来我问一个朋友 那个朋友突然间 冷不丁的跟我离去 佛祖在考验你 我跟大家说 人类是最善于 给自己找借口的生物 最善于自己说服自己 我就说服我自己了 我说我自己信不过成 我说我自己 不相信这个 心成则灵 信则灵 不信则不灵 如果说这次再成了的话 我感觉我都要成了神棍 不尽然 不尽然 很多事情都已经这样而起的 然后我为什么说 我这个人比较固承呢 在没有成的情况下 我故意自己去还了个院 应该是一两个月前 就在年前 我自己非得去那 我说我非得去还个院 我自己揣了一些香油钱 揣了两百块钱 我记得我第一次第二次成的时候 我就是还个院嘛 感觉成了也不知道是不是佛祖 反正我就还个院嘛 然后我就逃两百块钱 这次我也拿两百块钱 虽然说我的院没成 但是我还是还 我就是要还 可以 你不实现可以 我还给你 我自己再来 我比较 比较 比较 但是这个东西 好像就是这样一点点被炒起来的 一点点被炒起来的 对某些人有利而已 就好像是我们现在的房地产一样 DP一样 我记得我在游戏里面给你们提到那个电影 雪观音 也是台湾演的一个 台湾的一个电影 台湾拍的 然后是那个 慧英红大家记得吧 慧英红 呃 主演的一个电影 讲的是 一家三代 一家三代的女人 然后那里面 那里面我记得 呃 是有 是有一段 是说那个炒地皮 感觉他形容得非常好 因为当时是 一个场景 一个女的带了一个 一杯咖啡去给男的喝 然后呢 那个男的就问 这是什么咖啡 他说这是猫屎咖啡 很新鲜 然后也很香 嗯 那个男的就说 这个好香啊 这是 然后这个咖啡怎么弄的 那女的说 这是屎 他说啊 为什么是屎 他说这就是 呃 这就是猫吃了那个咖啡豆之后 拉的屎 然后泡的咖啡 他说这个 猫屎咖啡 这个屎 其实就很像现在炒来炒去的房地产还有地皮 嗯 本来那个地皮 它就是一堆屎 但是一堆人吃着争着吃 然后边吃边说好香好香 然后他就真的从一堆屎变成了黄金 就这个样子 就像是现在的一些各路的神神鬼鬼一样 然后最多人家跟你说个性则灵不性则不灵 总有解释的办法 如果成的话 就是这个神仙牛逼 不成的话 就是缘分不够 那好了 那我们这个还愿这个游戏解说就给大家做到这里啊 感觉可能这次我说的也不够就是 但是我感觉我就是碰到所有点我都自己解释 就是都自己解释了一番 然后也有可能会有些忽略的 这样吧 大家这样择优来看好吧 我这边的话我就给大家做到这里 也希望大家会喜欢我这次的欢迎视频 我是半斤 我们下期游戏再见 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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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